春节是传统节日 每当到了这个时候 一家人团团圆圆 饺子下锅 接下来就要看春节临欢晚会 一年到头 它是春节的重磅戏 年年如此 为了在十亿观众面前分毫不差 往往几个月前就开始准备 但你知道 有多少幕后人员在这过程中奉献了心血 也许你没听过哈文的名字 但他可是操刀三次春节晚会的总导人 身上有种知性的美 接触过的人都说 哈文虽然很强势 但只对视不对人 用极高的标准 完成了精神年夜饭的任务 他指导的三次春节晚会 没有出现过重大失误 观众的口碑也非常好 其实早早便混进 央视的他有过很多节目的策划经验 哈文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从小常在高官大院 父亲是高级干部 说起他的先生相信你不会不知道 他就是央视著名主持人 非常六加一的李勇 没错 就是那个脸盘长长 头发卷卷 儒雅大方 谈吐幽默的汉子 双方早早变形定中心 刚刚开始谈恋爱 哈文的家庭还在不停的劝阻 但就是挡不住两个年轻人对彼此的倾慕 李勇当初也够惨的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社会资源 穷小子一个 双方门不打 户不对 当家长的不同意 也是正常事 但他没有气馁 经过几年热烈的追求 终于说服了对方的家庭 两个人步入了婚姻 凭借妻子在央视 强势的地位 李勇的事业也风生飞起 于是他后来居上 再名气上了一家妻子一头 说起非常六加一 全中国没什么人不知道 再说起春晚宗道理 却没有几个人搞得清楚是谁 如今二十几年过去了 两人都已经不把工作当成生活重心 逐步的降幕光放在家庭 李勇已经渐渐的离开主持岗位 而哈文也把担子交给了新人 夫妻双方有个心愿 就是带着女儿一起去美国 退休后享受一下人生 他们共同孕育的女儿 更多传承了母亲的基金 长得非常漂亮 水灵 哈文在家和在工作上一样 做到了一丝不苟 但夫妻却从没有因此而绊过嘴 李勇自己说 因为对妻子的爱 让他享受在这种严厉的爱中 夫妻双方几十年 依旧保持着农行利益 这是非常难得的 央视是一个大舞台 必然要靠努力和才华 一个家庭两口子 能够身处高压环境里游刃有余 可见背后付出了多少心酸